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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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仙姑, 你這麼犯人, 你用毒藥害? 不…他們弄錯了, 不是藥 而是糖泥 是糖? 糖泥 他們倆說這是藥 仙姑乖, 真的不是藥, 是糖泥 是, 我說錯了, 是糖, 是糖泥 是呀…你試試看 是呀 你試試看 是呀, 是甜的 謝謝金醫生 是呀, 這隻藥, 這隻糖, 記得 每天早一顆, 晚一顆 好呀, 大概我女兒吃多久 病會好呢? 短則三天, 長則七天 她的病就會有起色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我吵架了 很冷睡嗎? 她這隻藥吃了就很想睡覺 那我們就不妨她休息了 好… 萍姐, 我們先走了 好 有什麼事叫我們?謝謝 福哥 是 你吃了睡覺, 什麼藥? 當然 金醫生教阿慶 假裝有藥, 做戲做全套 金醫生 謝謝你 我女兒吃了你的藥好很多 她現在認得我是她媽媽了 那就好了, 不用客氣的 治病救人是我本分 阿慶, 現在覺得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媽媽, 發生過什麼事? 沒事… 以前的東西忘記, 最好 就是, 以前的東西忘記就是好事 是呀… 記得, 吃藥 要記得, 吃糖 吃糖? 那隻不是藥嗎? 我吃到有很大的藥嗎? 是呀, 是藥 不過我是用蜜糖調製過 所以很入口 媽媽說那隻藥對我身體好 我一直要按時吃 那就好, 好嗎? 乖 是呀… 平衣, 門口有個信箱給你一封信 好呀 誰這麼大整股? 我…我不識字的 如果你不介意, 我讀給你聽 好呀… 是呀… 外母大人, 我是阿焦 誰…誰是外母, 誰是阿焦 我…我之前跟他定親那個人叫阿焦 他經常叫我外母 聽說你吳聲吳聲來了省城 阿焦, 我很久沒見阿焦了 我剛好來廣州辦事 我會過來找你 他來廣州? 這樣… 阿焦… 阿焦 聽到我, 你說退了頭髮事 什麼? 我…我是有跟他說的 不過別人不肯, 我有什麼辦法 你都不退別人的禮根拼禮 又哪有退婚 你別吵吵吵吵, 你聽我說 我是你媽媽, 我說這樣就這樣 誰有你這麼做媽媽的 我頭痛 女兒, 你怎麼樣? 女兒 大嬸, 你是哪位? 我是何仙哥 你又發病了?我的藥… 不用找了, 我不吃的 吃藥…女兒, 來…吃藥… 都說不吃了 你不是吃了幾天藥嗎? 怎麼還有這麼多藥? 你不是吃藥嗎? 你想讀害本? 出創你的心 你說謊, 騙我的 我都覺得奇怪了 為什麼有人病 突然之間又正常, 突然之間又有何仙姑 原來你的臭女兒騙我的 我打你了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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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何仙姑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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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話要慢慢說 不要…看著… 看著… 好… 你打了腹腳 我明白了 你們一個一個都是跟臭女兒一起 是嗎? 萍姐, 你說什麼? 我們也不明白 不明白又是假的 一個一個都是爭取臭女兒 你無論如何, 你別拿雞毛鎖出來吃 我打自己的女兒, 關你什麼事? 你知不知道, 她說謊, 騙我 明明就好了 還裝什麼何仙姑 還不在這裡說謊 原來是這樣 你們早就知道了 她在這裡裝模作樣, 是不是 不是呀, 萍姐 等你剛才說, 我們才知道 是啊, 你是她媽媽也不知道 我們又怎麼會知道 你是醫生 我是醫生, 只要單撿藥 是啊, 明天要騙醫生 醫生也沒辦法 是呀 你們不知道有自可 如果知道, 我連你們都… 等等… 其實你女兒是好人好者 為什麼要在這裡裝瘋裝傻子 媽媽之前介紹了婚事給我 那個男人又嫖又倒, 還喜歡喝酒 她一喝酒就打女人 她之前的老婆就被她打死 你說什麼, 壞女花了 萍姐, 這次阿琴沒說錯了 我問過那些鄉里都是這樣說的 不過話說回來, 你扮何仙姑又扮什麼 我也沒辦法 我什麼方法都試過了 媽媽根本不聽 我從小到大就聽何仙姑的故事 我扮她上身, 就沒人敢娶我 臭女兒, 你懂什麼 你知不知道, 那個阿蕭很有錢 家裡一大片昭霖 整天出省城做生意 你嫁給她一輩子都不用優, 知道嗎 我才不稀罕她的錢, 要嫁你嫁了 阿琴也這麼大的女兒 你打她也沒用 是呀, 婚姻大事還是謹慎一點好 你千萬不要打傷她 救病復發就糟了 總之我是她媽媽 我喜歡她嫁誰就嫁誰, 走 走… 阿蕭 未來外母, 不見人一陣子 好像年輕了, 更漂亮了 你開玩笑 不過我才開玩笑 阿蕭, 風帥有沒有收到 收到了, 不過那件婚事就是… 先別說這麼多, 收下我的禮物 不好意思 客氣, 客氣快來了, 外母 上去我那裡坐一下 好… 阿福哥, 阿玉 來…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阿蕭 你好 你們好 我們先上去, 好… 阿女兒, 看招待你多好 拿這麼多禮物來送給你 我沒興趣, 是你要的 你這個臭丫頭 外母, 別生氣 阿琪我還小, 慢慢教 你別裝熟, 行不行 我不是嫁給你的, 所以我媽媽 不是你外母 好… 你怎麼這麼固執 你不想你自己也看家裡著想 如果你嫁給我, 我不單對你好 而且你家裡要什麼我都給你 但若然你不嫁, 不單害你自己 還連累你媽媽 你說是就是了, 總之我不嫁 阿女兒, 你生氣了 不為你自己也為我們家 姐姐, 迷女兒 臭丫頭, 你信不信我打你 誰? 你們?過來幹什麼? 我來煮你的雞蛋, 看你肚不肚餓 進來坐吧 福哥, 你的店是否等人用 不如我去你那裡打工吧 是…阿玉的麵當也要等人用吧 對了, 阿晴年紀還小 可以留在廣州見識一下 不急著成親的 拜拜, 你們倆在幹什麼 暫亂的病是否全身搗亂 阿晴的親事是我們自己的家事 就算是同村人 也不方便拆口 對, 總之我三回六正 我給他足禮金 所以阿晴, 她沒過門也好 都是我老婆 我不是你老婆 你再逼我, 我就… 你就…你什麼? 你想怎麼樣? 還有, 我生得你出, 養得你大 你想怎麼樣? 你們兩個, 記住 我不讓女兒去你們那裡打工 就是了, 你有姓婆婆不做 真是打工, 吃飯了嗎? 乖乖, 你聽你的話嗎? 我不聽 我應該想好了 對了, 如果你再逼我 我寧願疏喜一輩子都不嫁 那你又何必呢? 你這樣做就是選人不利己 這樣說也不對 總之你不可以這麼粗道 我相信你就乖了, 疏喜不嫁 之前你是裝鬼裝馬 現在說疏喜不嫁吧? 好, 你有本事自己真是疏喜 我就任你不嫁, 好 就是這裡 發仔, 這裡有幫人疏喜嗎? 是呀, 這裡住了一些 幫人疏喜的老人家 那你真是謝謝你們 你不用謝謝我 要謝謝發仔, 這裡是他找的 是呀, 他朋友多 也不用謝謝我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幫了你 還是害了你 你真的打算疏喜嗎? 這些事一輩子不能回頭 是呀 我已經考慮清楚了 不用再說了 然後我需要做些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儀式用的東西 比如香燭, 貢品 還要找一個主持儀式的老人家 要他幫我們摘個吉日就行了 好, 我真正 什麼?阿瓶真的找到祠堂?疏喜? 是呀, 他這麼問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阿瓶是你親生女兒 那有何必呢? 他寧願疏喜不嫁 你真是這麼忍心? 我以為他嚇我 誰知道他是禮真的 當然是禮真的 不過這樣, 如果你能夠收回成命 這件事, 或許有得慢 你真的要想清楚 我不是這麼野蠻的人 不過他如果真的疏喜 你說多無謂呢? 如果你肯讓步 他就不用疏喜了 是呀 那好吧, 我和阿蕭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了, 快去退婚吧 不然就來不及了 是呀 好吧… 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這麼開心? 阿瓶已經決定了 退了姓蕉的婚事 真的?你們不是騙我吧 他們沒有騙你 阿瓶, 我決定了 我也不逼你了 那就太好了, 天天都乾了 那阿蕭呢?她肯定了嗎? 那可能阿平姨跟她談判了 她現在走了 阿瓶, 怎麼整個都呆了? 不是, 一時間太開心 太開心了 謝謝你媽媽 弄古造怪, 上去吧… 福哥 阿蕭走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反應? 沒有什麼特別反應 什麼反應都沒有? 是呀 不對勁 是呀, 你想想 也是阿蕭的性格 你跟她提推婚 她這麼順滩就走了 我覺得又有警棍了 你這麼說, 又真的有點問題 要不這樣吧 我找朋友收阿楓 看她想搞什麼 我也會繼續留意 貧子的反應 我也覺得她有點奇怪 好, 那我們就分頭行事 福哥 為什麼你有人來? 我收到風說阿蕭就租了這間屋 所以就來看看她搞什麼 那你呢? 我看見那個平衣 一聲都不出情 吵吵吵吵吵了出來 我就跟著她 這樣抵賴, 她早就合起來了 阿蕭, 你覺得這樣 是不是…沒那麼好呢? 什麼不好? 阿蕭她本來就是我老婆 你帶她過來這裡 讓我拉蠻天窗 三位煮成熟飯 她就不會經常胡思念想說 梳起不嫁 不是呀, 我… 你別說那麼多了 如果你不肯 你就退回禮金品禮給我 還有我之前送這麼多禮物給你 你全部都還給我 那我就可以當沒事發生 不是…我…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不是這個意思就最好了 你把藥給我帶回去 放到阿蕭那杯茶裡 那到時候就任你擺布 你搞定了出來大宇門口 自然有人指引你 這樣嗎? 別說那麼多了 你是不是想退禮金? 你們兩個在這裡幹什麼? 進錯門口 阿蕭明 給我抓他們兩個茶匙回來 好 這次糟了 剛才我那條小子 他們可能會和阿蕭通風報仇 那這幫東西不需要用 阿蕭, 可以開試了嗎? 真的要這麼急? 不可以 今天我一定要疏氣 如果不是 我也不知道媽媽和那個傢伙要做什麼 那他們又真的離譜了 阿蕭… 又有三九 阿蕭, 和我回家 阿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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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話慢慢說 不關你們的事, 是我和阿蕭的事 也不關你們的事, 你無權阻止我 好嗎? 你們一起幫女兒侮辱我 可惡 我辛辛苦苦, 臭大了女兒 現在和別人一起侮辱我 你看, 我也說了 什麼? 她說你到時會一哭二鬧, 生不餓地 你們… 媽媽, 你算了吧 你想什麼我都很清楚 總之今天沒有人可以阻止我疏氣 來吧, 女兒 果然在這裡 你們倆跟我捉我老婆 老婆… 阿蕭… 阿蕭說有事好商量, 別動手 有什麼好商量? 阿蕭, 錢我給你 她是我老婆 你一句話就跟她拉下去 走吧… 花仔, 快點來幫忙 趕快來, 走 你這個賤人, 你敢咬我? 你不要過來, 我已經自殺了 你還敢威脅我? 我不信你敢死, 來… 阿蕭, 你以前不是這樣說話的 你也沒誠誠, 我以前是哄你 要不然你也會嫁給我 我現在才是傻子, 趕快走 原來你是這樣的人 他一向都是這樣的人 是你不肯相信的 你… 走… 走… 幹什麼? 你看, 像人多虧人少 她說我老婆, 我帶媽媽有什麼問題 誰做嫁娘的, 我叫警察把她抓走 你現在是賣賣人口 警察來了, 看看幫不幫你 好, 我就和你們講鄉下規矩 看看誰的拳頭, 立正… 來… 全部停手 我想清楚了, 退婚 還有那些禮金, 拼禮, 禮物 我全部還給你 你不要下爬輕輕 你什麼我不知道 那些禮金, 你們都花得七七八八 你把錢還給我 總之, 我就算借錢, 賣屋, 賣血 我都還給你 今後, 我女兒跟你沒有保險 你…聽到了嗎? 走吧… 媽媽 你們好, 走 媽媽, 你這次真的決定退婚? 女兒, 媽媽以前以為我們家裡窮 找個有錢人家, 你就可以過好日子 但是如果我們嫁了那些壞人 是沒有幸福的, 媽媽知道錯了 我媽媽以後都不會逼你了, 女兒 媽 你的天啊 我愛你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我愛你 你怎麼會